M600安装及使用方法 维修阀心的安装及使用 先将分段式阀心研磨底座进行组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装可调支架 主传动组件 主传动组件上的白角滑键要与可调支架链接 可调研磨盘 研磨爪及电机 均用螺钉紧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阀心固定到阀心研磨底座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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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可调之架 主传动组件使可调谋盘与阀心同心 使研磨面完全覆盖阀心密封面 将砂纸粘贴到研磨爪的研磨面上 紧固可调研磨盘组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电源 开始研磨维修 维修阀座的安装即使用 将阀口装甲底座安装到阀门上口法栏上 使底座端面与阀门密封面近于平行 紧固底座 安装可调支架 使可调支架工作面在两个阀座密封面中心并平行 紧固罗钉 紧固罗钉 将驻传动组件安装到可调支架 白角滑键要与可调支架链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整可调支架 主传动组件 使可调研磨盘与阀门密封面同心 安装电机 打开电源 开始研磨维修 研磨完成 先关闭电源拆卸电机 再拆除其他组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